上次說到周柏通激怒了黃藥思 黃藥思使出真功夫 年氣打了他三掌 左掌打橫掃過去 右掌同時舉高就劈下來 每一掌都暗藏著三招讀招 周柏通看白自己身發再快都避不及了 只好雙手一蹬 就鞠斷了綁住自己雙手的那條繩 左手就隔開黃藥思的攻勢 右手就勾在後面背部 他說,哎呀,我好癢啊,好癢啊 黃藥思出真功夫了 還見周柏通得閒去勾行 心就當堂打個得 喂,老頑童,你別懶得刺吧 正你就用了兩隻手 單手你擋不住了 周柏通就說了 哦,我知道,一隻手打你不過 哎呀,沒辦法了 誰叫我對不起我黃師兄嗎 好,你還死牛一邊頸是吧 等真的就知味道 黃藥思的根手一招雙龍出海 真是直接打到周柏通道 周柏通又用單手去夾啊 哎呀,這魂黃藥思雙手一發力 噔聲 周柏通又彈到整個錯了落地 哎呀,只見他欺負了雙眼 嘔聲吐了一口血出來 面如白紙 黃藥思見到這樣 亦沒有再打他了 紅七公、郭靖、黃蓉 還有歐陽鋒、歐陽克他們一班人看見 個個都很奇怪啦 如果周柏通正正經經跟黃藥思打 就算不贏也不會輸得那麼慘 為什麼他不肯用雙手還擊呢 只見周柏通坐在地下 休息一會就慢慢站起來說 唉,一日都是我自己拿來衰而已 自己騙自己 不刻意學了九陰真經的功夫 違背了黃師兄違憤 嘿嘿嘿,如果我用雙手打回你 黃老邪,你一定不夠我打的 哦,聽他這樣說,大家才明白 此情此境 黃藥思知道周柏通不會說謊嚇他的 故此他就不說聲,心想自己無緣無故 混了他在桃花島十五年 現在又打傷了人家 實在有點過分的 他過意不去 就在三袋裡掏了一個小玉盒出來 這個盒整個用玉做的 他揭開盒蓋 燉了三顆好像血一樣的軟仔出來 交給周柏通就說了 老頑童 天下依來傷的藥 看來都沒有我桃花島無常丹這麼靈的了 你每隔七天吃一顆 吃完三顆之後 保證你完好如初 唉,現在等我送你出道了 周柏通接的黃藥思那三顆無常丹 立刻就吃了一顆 再練了一陣間功,調戲互相 沒多久,他喀喀咀咀咀咀了兩聲 他喀喀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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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地想了一會兒 靈下靈下頭就說 唉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識解 我真是沒用 對了,黃老邪 我要走了 你還留不留我 黃藥師就說 我 不敢再留 隨你自己扁 將來如果你想再來個桃花島 兄弟我無任歡迎 唉 現在等我派船送你出島 郭靖聽聞就趕快蹲下 背起周柏通 接著黃藥師就一路走出海邊 走出海邊 直到海邊到連帶監世 就彎著六七隻船 這個時候歐陽鋒就跟黃藥師說 就說了 若兄啊 你不用特地派船送周大哥 等他搭小弟的船走就可以了 黃藥師一想 又是 反正歐陽鋒自己有手大船 於是他就說 那好吧 麻煩了鋒兄了 講完 他向自己的家人做過手勢 有個家人就上去一隻很漂亮的大船 拿了一盆金元寶下來 黃藥師對周柏通就說了 柏通啊 這些金你拿去洗吧 你現在的武功 確是好過我黃老邪很多 我好佩服你 佩服 佩服啊 周柏通我沒心機搭他 事關他剛才聽說黃藥師 打算叫他搭歐陽鋒的船走 好 掛著看海邊歐陽鋒那隻船 只見那隻船的船頭到 掛著一面白旗 旗上收著一條 張口吐利的雙頭怪蛇 周柏通一看就不順眼了 接著 又見到歐陽鋒 拿出一支木笛 嘀嘀嘟嘟嘟 就吹了幾聲 沒多久 見到有十幾個趕蛇佬 手拿長足趕下趕下 將一千上萬的毒蛇 從樹林到 趕出海邊 讓蛇順著幾條跳板 爬上歐陽鋒那隻大船的底倉 唉 周柏通以前被蛇咬過 幸好郭靖救了他 故事他現在見到蛇 就心驚肉跳 他就馬上說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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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錯 老毒鋒那隻船下 我怕蛇的 我怕蛇的 黃藥師見他這樣說 就說 哦 你怕蛇的 那沒所謂 那不如坐那邊那隻船 他只有海邊那隻小船 周柏通就馬上耍手 兼領頭說 我不坐小船 我要坐那隻新的大船 黃藥師見他這樣說 就當場有點緊張說 柏通 那隻船 那隻船 那隻船壞了未整好 不坐得人的 大家見他這樣說 個個都惡然 只要那隻船又高又大 船身到油了油漆 整隻船金碧輝煌 好像剛剛做好新落水一樣 看不出哪有損有爛的 又 這個時候周柏通又說了 不坐不坐 不坐不坐 我就是要坐那隻新船 黃老邪 你必須這麼小器 怕我坐爛這隻船嗎 唉呀 柏通呀柏通 不關小不小器的事 唉 你叫我怎麼說好呢 這隻船很邪的 總之坐過的人 不是病就是有爛的了 那我才彎在那裡不用 我怎麼會是小器呢 如果你不相信 我即時叫人燒一隻船給你看 黃藥師說完 舉起手做了幾個手勢 馬上又有四個家人 點著幾個柴 走過去就要燒那隻新船 周柏通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嘔嘔聲在那裡抹大喉嚨 還在亂扯自己的鬍鬍 大家見到這樣 真是惡然 幾十歲人 還可以小孩子 只有郭靖不覺得奇怪 他知道周柏通的脾氣 如果他想得到那樣東西 不得到手 他就怎麼掠都要掠到為止 爹啊 這件周柏通亂扯了自己一輪鬍鬍之後 又趴在地上捏來捏去 好像小孩子在扭著 我不肯 我幾乎都要坐新船 我幾乎都要坐新船 我不坐新船我就不行了 黃蓉見到他這樣 就馬上走過去 阻止那四個家人 不讓他們燒船 洪七公見到這樣 就馬上走過去黃藥師 那裡說 若兄啊 我老乞衣 你一輩子都不肯利時親了 既然你的船滑這麼邪 不如讓我陪老頑童坐下 我們來個以毒攻毒 看看我不利時 還是船不利時 黃藥師就馬上說 好了 齊兄 你又這麼快走做什麼 你就在這裡住多幾天 不行不行 天下的乞衣公乞衣婆 乞衣仔 不用多久就會去湖南岳陽聚會 聽我這個老乞衣指派 由誰來接我的位子 做他們的頭 如果我不穩定人先 萬一自己有個三長兩短 那天下的乞衣 到時沒有人做頭 你幫我做嗎 故此我要趕著走趕著走 若兄的盛情 兄弟心靈 將來等你女兒請喝的時候 我老乞衣再來打擾個 唉 七兄啊 你真是好人 你整天為人家的事 牢牢滾滾滾 馬不停提 你整個話法要戒 你整個話法要戒 我又不騎馬 我腳沒有停提 不對不對 你這個黃老邪 這麼會找老襯 腳上生提 那我就成了生口 這個時候黃蓉就插嘴說 師父啊 你自己拿屎上身 我爹什麼時候找你老襯 你自己不認有提就行了 紅七公見到黃蓉幫著老豆嘴 即時就唸唸聲了 唉 師父始終都是不如親父了 等我明天儲婚的乞衣婆 快點生一個乞衣妹來幫我手才行 黃蓉就立刻拍完手掌這樣說 那好啊 那好啊 我又有個乞衣師妹了 多好啊 他們就這樣開玩笑了 黃蓉好像小孩子一樣 歐陽克一直打著眼看著黃蓉 只見現在有小小陽光 照著黃蓉的臉 唉呀 真是艷如春花 麗藥朝霞 他越看越喜歡 不過人家黃蓉和紅七公 講完說話之後 又看著看著郭靖 又不看他的 那些眼神還含情默默的 歐陽克見到又致火起了 他偷偷地和自己發個誓 他說 如果將來不殺到郭靖 他就誓不為人了 那以後他真的千方百計想殺郭靖 那這些是後話 以後再講了 那這個時候 只見紅七公就扶起周柏通 他說 柏通啊 唉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一於坐一隻新船 這樣行了吧 見有人支持他 周柏通就開心了 哦 盧核二啊盧核二 你真是好人了 我們 我們不如結拜為兄弟了 還沒等紅七公答 郭靖就馬上插嘴講了 周大哥 我和你做了結拜兄弟了 你又和我師父結拜 那 那沒又行的 周柏通就嘎嘎笑話了 嘿嘿嘿嘿 那有甚麼所謂呢 如果你外府肯讓那隻新船我坐 我鍾意起來 一樣和他做結拜兄弟都行 黃蓉就笑笑嘴講了 哎呀 那你們一個一個都做了結拜兄弟 那我呢 周柏通就馬上插手劍靈頭 嘿嘿嘿 別搞我 別搞我 我才不上你的女人檔 嘿嘿 那些美女人 見多次就衰多次的 他講完 瞧著紅七公的手 照走過去那隻新船道 黃藥師快手快腳就走上他們前面 伸開雙手攔著他們講 我真的不是騙你們的 坐這隻船 真是兇多吉少 這些無謂要去冒這個險 紅七公就笑笑嘴這樣說 哈哈哈哈 若兄已經有言在先 如果我老乞依今次雲船歸天 那我說你若兄就夠朋友了 紅七公他雖然是這樣說 知道他心裏面就不是這樣想的 他見黃藥師三番幾次 不讓他們坐那隻船 嗯 知道這隻船實有古怪 不過周柏通是都要坐 勸極都不聽 沒有辦法的 如果這隻船出到海有甚麼依辱 到時只有周柏通一個人 怕會故障難明 況且他又有內傷 那就很難搞得行 那他的江湖俠士很講義氣 既然那隻船有這麼多古惑 他就更加立定心水 要陪周柏通走 再說黃藥師勸不到周柏通和紅七公 就有些發猛症 他就說 好 你兩個武功高強 看來 實會逢空化吉的 我擔心到是多餘的 郭靖 你也跟著走 那本來他認了郭靖做女婿之後 一直叫郭靖就叫阿靖 現在忽然間改口直情叫他做郭靖 郭靖就當堂有點惡言 黃藥師跟著就說 你這個又奸搞又貪心的臭小子 我不認你是女婿 將來你再走上桃花道一步 別怪我黃藥師反面無情 說完他反手一掌就打到旁邊的家人 這個家人慘了 他的船是被割了一半去的 只聽見他在喉嚨頂道發出一聲 整個人就飛了出海道 他的內臟已經被黃藥師一掌震碎了 咚聲跌落大海 沒得抱頭 那跟著黃藥師身邊的家人 個個都嚇到爹爹真是一起跪低 那講起這些家人 那其實通通都是亡因父義 做盡壞事的奸惡之徒來的 那正是死有餘辜的 黃藥師抓這些人的時候 就事先查明他們的底細 再將他們抓來桃花島 就把他們又龍又雅 留在那裡做牛做馬 那為什麼黃藥師要這樣做呢 他曾經跟人這樣講過 他說 他說我又不是正人君子 江湖上號稱我是東邪 當然我亦不用跟正人君子走近了 手下那些奴薄越是邪惡 那就越對我心水了 這個黃藥師做人是特別的 真是世間少有 那無疑那些家人是死有餘辜的 不過無端端一掌就打死一個人 誰人見到都心寒 郭靖又怕又莫名其妙 跪在地上就預定去罵 只見黃藥師就黑口黑臉地問郭靖 郭靖 那部九陰真經下卷 是不是你給了周柏通的 郭靖就說 我…我是給了一張人皮的周大哥 不過我的確確沒有知那些是經文來的 如果我…如果我… 周柏通還沒等郭靖講完就搶著講 郭兄弟啊 你怎麼會說不知道的 你說是你親手在梅超風搶到那塊皮的 當時你還說 幸好黃藥師不知道 你說學懂了經書道的功夫 就會天下無敵的 哎呀,周柏通真的亂說也死 郭靖大嚇一驚 立刻就播他說了 大哥,我…我…我何時這麼說過 只見周柏通眨一眨眼 就正正經經地說了 哼,你當然是跟我說過的 你不記得了 周柏通是不是真的想害郭靖呢 其實不是 他這個人是癲癲肺肺 见到人家越紧张 他越是想开玩笑 用来开心 他的人就是这样的 郭靖就将那些经文背都滚瓜烂熟 不止是九阴真经 本来就已经很难令人相信 现在加上周柏通又这么说 黄药史就信到十足十 谁会想到是老还童开玩笑 就以为周柏通一片同心 天真烂漫 就不懂得帮郭靖讲大话 顺口讲了真相出来 黄药史怒得在那里 手脚都震了 他经着自己忍不住 一手打死郭靖 就未免有失身份 就急着对周柏通 红七公、欧阳峰地 走了个礼 拉住黄荣 转身就走了入树林 走了他 周柏通见到骗了黄药史 他就很开心 卡卡声笑 黄老邪又被我骗了一次 我说几句谎 就让他当真了 真是过瘾了 真是过瘾了 红七公听闻就恶然了 什么 郭靖学九阴真经的功夫之前 他一点都不知道的吗 他当然不知道了 他还说九阴真经的功夫是阴毒功夫来的 如果我告诉他 他怎么肯跟我学 郭兄弟 你现在想不记得那些功夫都很难 说完 他又笑得掩住肚子 他又笑得下了 红七公又急得扔提扔脚 哎呀 老还童 这次你害死郭靖 那他还笑都开得 不行不行 等我说声给药卿知才行 说完他起脚就跑 一路跑到黄若狮行过的那片树林里 这片树林里头几条路中环交错 都不知道黄若狮去了哪 红七公又不懂那些路 就唯有走出来海边 咦 他忽然想起欧阳克 有桃花岛份总徒 他就立刻说了 欧阳贤 请你借一份桃花岛总徒 给伯父看下来 行不行 嗯 欧阳克都不知道多精 你以为他怎么打红七公 他说 哦 未得黄伯父的允许 小侄不敢将总徒借给人看 红伯父你不要怪我 嘿 红七公才醒起 这个欧阳克 容易得他跟郭靖死了 还肯借图给你看吗 跟他说就赚了 这个时候 只见树林道 有三十二个白衣女孩 走出海边 原来他们就是欧阳峰 当礼品那样送给黄若狮的母女来 黄若狮现在不要退回来 他们现在上船 临上船之前 欧阳峰又对红七公 跟周柏同地说了 老实说 黄老邪那只船 我想肯定会有机关 不过两位放心坐 我这船跟着尾 如果有什么不测 我会替两位效劳的 周柏通最不喜欢欧阳峰 他就立刻说了 不用你这么兜工 不用你这么兜工 我就是要试试黄老邪那只船 有什么古怪 你跟着后面 那不就变成有惊无险 有什么好玩 你不就整天跟着尾 激怒我老顽童 我再淋你一身臭尿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后会有期呢 欧阳峰拱手行了个礼 带上欧阳克就上船开身 先走 周柏通看下那个郭静 看到他眼光光没了心机 他就说了 哎呀郭兄弟啊郭兄弟 黄老邪都不要你了 那就更好了 你跟着我很好玩的 走走走走 我们上船上船 看看黄老邪那只船有多邪才行 说完 他跟洪七公就催促郭静上船了 上到船 原来船上面还有七百个又龙又瓦的船夫 打你这只船的 那些船夫见到上齐人 就起茅让饭 趁着南风开出海了 这只船一动 洪七公就说了 哎呀 别了别了 我们不如看看这只船 究竟有什么古怪先来 于是他们三个人 就由船头巡到船尾 又由甲板一路看到到仓底 四围看过了 没什么值得私宜的地方 到处都游到粒粒拎 船上又有水又有米 酒肉蔬菜又储备充足 周伯通的范围不是多高兴 他说 嗯 那个臭鬼王老邪靠厄的 让我以为这船有什么古怪 原来都是大船一只 影真无忍 影真无忍 洪七公稍为稳稳一点 他再爬上维杆 抬着帆布出力摇了几下 见到维杆和风帆都几实正 才射回来 射到半老 他看见欧阳峰的船来远 跟着他们尾 他就立刻跳下甲板 要那些船夫 洗脏一只船 想说撇开欧阳峰 走了一排了 再望看后边 哎呀 见到欧阳峰的船一样跟着尾 洪七公的心就想了 啊 欧阳峰跟着来做什么呢 难道他真是这么好心在后边照着 哎呀 如果老毒风良心发言的 生计都会呃春 他怕周柏通知道这件事 又会乱发脾气 故事他就想着不告诉周柏通知住了 他走到船舱 见到郭靖还呕呕呕呕呕呕 没来心机那样 他就说了 哎呀 阿靖 来来来 让我教两道黑衣黑食的散手给你 哎呀 如果人家不给你 你就在他门口转来转去 转到他比为止就可以了 周柏通就插嘴说了 哦 如果人家家养了狗 你不走 人家放狗来咬你 那又怎么办 你不说话要戒 这么用怕 如果这些为父不仁的人家 到了晚头刻 你就进屋偷他的东西了 周柏通立刻就对郭靖说了 来来来 郭兄弟啊 郭兄弟 你这样都还不省水 师傅画公仔画出窗 叫你转转转转个外府 如果他不肯给你女儿 还要打你的话 你就晚上去偷他出来 只不过你偷的不是金银珠宝 是他生人 你只要叫声 阿宝贝蓉他就会跟着你走的了 笨仔去偷的嘛 郭靖听完 他觉得挺有道理 忍不住就笑起身了 这样他才会开心一点点 各位 王若司说这只船是很邪的 但是现在搭船的人 个个都还挺开心 不过这只船究竟会不会出事啊 明天再说了